詞曲 李宗盛 大家好 大家早安 我們來到雅各書的第二章 我們先將分段是一到十三節是一段 然後十四節到最後二十六節是一段 兩段的聖經就組成今天這一章的聖經 第一個大段落 我給他的小標題 就是不論外貌 真心待人 這個其實是雅各給當時教會的提醒 我想這也是給我們今天一個很大的提醒 人很容易跌入這個陷阱裡 就是我們以外貌來判斷人 但是神不是看人的外貌 而是看人的內心 所以我們也要學習如何看人的內心 當然這也是一個相向的提醒 對嗎? 如果我們要看人的內心的時候 其實他也像一塊鏡一樣 也要反射自己 我們自己的內心又是怎樣的呢? 如果我們看人的內心 他也要注重一些好的品價 我們自然也要問 我裡面又是怎樣的呢? 那我裡面又是可以過得神的眼睛呢? 所以這個問題不僅是一個相向的問題 也是值得我們自己去反省的 好,那下一個大段落就是… 第二個大段落我給他的小標題 就是… 行為活出真信心 將這兩個大段落放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就是說今天這一章的聖經 教我們如何成為一個表女合一的基督徒 人很容易把東西切割、分割 然後我們就成為一個女同愛 不是一個表女合一的人 這個世界也是這樣的 世界都會… 將我們慢慢扭曲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都會注重一下場面 對吧? 做人要圓滑 甚麼是圓滑? 其實圓滑就是不真實 對吧? 我心裡想的 和我的口說的其實是不同的 口說的就是不要得罪人 圓滑 這個又開心,那個又開心 大家都開心 其實是不真實 但是神要的不是一個這樣的 我們今天就從這個角度來看 今天這一章的聖經 我們先看第一大段,一到十三節 他說 我的弟兄們,你們信奉 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督 便不可愛着外貌待人 若有一個人戴着金戒指 穿着華麗衣服進你們的會堂去 又有一個窮人穿着安裝衣服也進去 你們就看寵那穿華麗衣服的人說 請坐在者好為常 又對哪窮人說 你站在哪裏或坐在我腳椅下面 這豈不是你們偏心待人 用惡意斷定人嗎? 我親我的弟兄們請聽 神豈不是簡算了世上的貧窮人 叫他們在信上附足 並承受他所應許 給那些愛他之人的國嗎? 你們反倒羞辱貧窮人 那附足人豈不是欺壓你們 拉你們到公堂去嗎? 他們不是侍俗你們所敬奉的尊名嗎? 經上記著說 要愛人如己 你們若傳守者自尊的律法才是好的 但你們若按外貌代人編思犯罪 被律法定為犯法的 因為凡遵守全律法的 只在一條上跌倒 也就是犯了重條 原來哪說不可奸淫的 也說不可殺人 你就是不奸淫卻殺人 仍是成了犯律法的 你們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審判 就該照者律法說話行事 因為哪不憐憫人的 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 憐憫願事向審判誇盛 所以一開始 雅各書就說 我的弟兄 你們信奉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督 便不可按著外貌代人 這個不按著外貌代人 裡面有一個基礎 這個基礎就是因為 我們是信奉榮耀的主耶穌基督 也就是說 在我們未曾信奉這位榮耀的主耶穌基督 我們也是按外貌代人 其實他們多或少都會 對吧 很簡單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你去兒童教會轉一圈 你就會明白 為什麼呢 你在小朋友當中轉一圈 你自然突然間 你會發現你的眼球 某些會吸引你 就是那些生得特別可愛 特別有趣 經常都是這樣的 我們去愛那些 喜歡那些很可愛 很有趣的人 或者事物 是沒有難度的 因為他們很可愛 根本就是吸引你去愛他 但是你去愛那些不太可愛的人 這樣才難 所以這個就是 人的天性 都是會按外貌 就是憑外外面來看的 就是愛美之心 就是人皆有之 所以其實我們很容易就是這樣 世界都是這樣的 我們行李一個人的價值的時候 其實都是看一些外在的東西 我們讀書的時候都會發現 老師特別喜歡什麼同學呢 因為他們成績好 因為他成績好 那是否成績好就代表品格好呢 這兩件事是否掛勾的呢 其實我們成長的歷程中 我們也發現 成績好和品格好 未必是對等的 我以前也有一句說話 穿西裝打攤的未必是好人 穿西裝打攤的也未必是斯文人 這個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很容易就是 憑外表來斷定 但是聖經就說 既然我們已經信了這位榮耀的基督的時候 我們就不可以再按著這個愛貌 來代別人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邏輯呢 是因為當我們信主之後 其實我們的行為 我們的思想模式 我們的價值觀 都應該要被基督來更新 但是在耶穌基督裡面 耶穌基督絕對不是看外貌來判斷人 如果耶穌基督是按著外貌來判斷人的話 他應該大部分時間都會花在 法利賽人這些教師身上 因為他們就是那些光鮮亮麗的人 他們這些外貌是非常吸引人的 他們走到哪裡的時候都會引人注目的 說句話也不同 因為他們很注重外表 其實跟今天這張聖經一開始所說的 是完全相反的 他們是注重外表 裡面是沒有內涵的 他們有很多表面的宗教行為 其實那些行為 你我都做不到的 但是他們可以做到加零一 所以你按照愛在的外貌表現出來的話 他們是完美的 可以這麼說 我們之前神討也有讀過 《十一奉獻》 他們可以精準到一個地步 連這個芫荽、茴香 都拿去呈一呈 你能不能做到 你能不能做到 他們洗碗、說話 說話也不會亂說的 出口成文、出口成章 只不過問題是 他們說的跟他做是兩回事而已 但是如果耶穌只是看外貌的話 他就應該是跟這些人在一起 但是我們都知道 主耶穌來到這個世上的時候 他最喜歡的就是跟那些罪人在一起 瑞利 沒有人能接納到的 瑞利是當時通國的人 看到前面爭他背部的人 但是耶穌卻跟他們在一起 跟他們吃飯、跟他們交往 跟他們在一起 法利罪人看到這些罪人的反應 就是彈開九丈那麼遠 連跟他們握手也不會 他們坐過的椅子 法利罪人連走過去也不會走過去 別說錯了 但是耶穌進入他們的家裡 跟他們一起去吃飯 把救恩給這些人 所以耶穌到哪裡 也會有一群罪人圍在他們身邊 事實上這也是法利罪人挑戰耶穌的 如果你真的屬神 為什麼你經常跟那些罪人在一起 耶穌為什麼會跟那些罪人在一起 其實就是看他們的內心 所以耶穌說 一個罪人悔改 整個天上都要歡喜快樂 他看的就是人的內心 所以雅各書一開始就說 如果我們真的相信耶穌的話 我們就要改變 我們就不能再憑著外表去代別人 所以他舉了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如果有一個人身光頸漂亮 進入會堂的時候 你就請他坐最好的位置 那個窮的人 你就推他去坐山頂 推他去坐門口 請在廁門口加一張椅子 甚至連椅子也不讓他 就叫你站在這裡 或者你坐在我的腳椅下面 在那個年代 只有那些最卑微的奴隸 才會坐在腳椅下面 坐在腳椅下面 就是隨時要服侍這個主人 所以其實就是說 他們是用一個不同的眼光標準 來代別人 穿漂亮一點的坐前排 穿得比較差的就坐在後面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教會怎麼像是一個教會呢 我們感恩就是我們教會沒有分別 我們所有的座位都是一樣的 大家來這裡是隨意選擇 坐在哪裡都可以 不要這樣按照人的外貌 將人來分門別類 並且有不一樣的對待 事實上瓦閣更加問 第五節他說 親愛的弟兄請聽 神豈不是簡選世上貧窮的 叫他們在信上附足 承受所應許 給那些愛他之人的國嗎 如果我們要這樣去代別人 把那些困苦的人擺在後面 甚至把他們擺在後面 叫他們站在這裡 叫他們坐在腳椅上 其實就是拒絕他們 等於給他一個訊號 你下個星期最好不要來 即是位置都不想給你 坐在地上 當你是奴隸 其實都是一個羞辱 你這樣羞辱一個人 其實就是希望他不要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做法 跟主耶穌合相反 因為主耶穌不是棄絕那些貧窮的人 反而是挑選這些貧窮的人 將神的國來賜給他們 如果耶穌是這樣按愛貌來代別人的話 那他的十二個門徒 都應該不是這群人 是嗎 為何他會選擇這些漁夫 全部都是這些… 應該是怎樣說 好像有點羞辱 但事實上也是這樣 耶穌選的都是蟻民 是嗎 即是… 在法利賽人的眼中 這些真的跟流蟻都沒甚麼分別 是嗎 即是真是一些蟻民 一些小到不能再小 又沒有地位 又沒有金錢 甚至有人會說 這些人連學識都沒有 那麼今天你選擇門徒 你會選擇甚麼人呢 今天你選擇門徒 你要開小組了 你會不會很想在門徒小組裡 不是醫生就是律師 不是律師就是建築師 不是建築師都是會計師 是不是 這個可能… 會不會是這樣呢 但是耶穌選的門徒 卻是那些卑微的 為甚麼會這樣呢 其實耶穌選擇那些心裡的願意 願意跟、願意聽 但很多時候 這些願意跟、願意聽的謙卑的人 其實他們都是一些小人物 因為他們沒有那份驕傲 反而反過來 那些有身分、地位、身光、頸有靚的人 是很容易驕傲的 但驕傲的人很難去改變 所以耶穌選擇的 是選擇人心裡 叫他們承受神的國 相反 雅各就舉例 你應該是愛這些人 因為他們正是神所選擇 我們都是夢神選擇的 大家應該是成為同一類的 相反 但那些附足的人 不是就是拘捕你們去公堂的人嗎 不是就是逼迫你的人嗎 為甚麼會反過來呢 這也是很現實的 我們在公司裡面會不會 即是我們的主管 你將他歸雷、身光頸靚的那些 你在背後爭到他入骨 說他畫話等等 但在他面前 可能是說他適合的說話 如果這樣的話 這個行為 跟這裡所說的不一樣 那些附足的人 其實是騙逼你的 就像那些上司 經常覺得他是騙逼你的 但你當著他的面子的時候 請他坐最好的座位 又對他卑躬屈實 其實這就是虛假 這就是表類不一 所以這個雅各 其實在這裡說的是 如果我們真的信主的話 我們真的以耶穌基督為我們的主 信奉這位神的話 我們就不要虛假 我們就要真實 該怎樣就怎樣 所以不要按照愛貌 來代人 應該要怎樣呢 其實就是第八字 要愛人如己 愛人如己 其實就是律法的總綱 當主耶穌親自解釋 律法 結論出來 律法的總綱 總綱只有兩條 愛神、愛人 在愛人方面 就是愛人如己 這就是耶穌解釋 這個十戒的時候所說的 是嗎 就是你要盡心盡勝 盡而盡力 愛主你的神 其次就是要愛人如己 所以律法當中 這兩條就是最大的 所以這裡 他就引用耶穌基督的教導 就是我們都知道 我們要愛人如己 如果是這樣 我們才能守住 這個自尊的律法 才是好的 因為律法只有兩條 如果我們不愛人的話 其實我們就是 乾犯了律法的後面 幾屆 所以如果你們按照愛貌 去代人的話 就是犯罪了 被律法定為犯法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守住這個律法 所以凡是遵守律法的 只要在一條上面跌倒 就在眾條上面也犯了 律法的意義是什麼呢 就是為什麼神會說 沒有二人連一個都沒有 就是因為在神的眼中看 眾多的律法當中 其實你犯一條 就等於犯了所有 這是什麼邏輯呢 我們以前都很喜歡用這個例子 你有沒有試過在家裡煮飯的時候 就是打雞蛋 一隻一隻下去 一隻一隻打 如果你發現 有一隻雞蛋打下去的時候 是臭了 那你前面那些好的雞蛋 還有沒有要的呢 沒有 因為放在同一盤裡 一放下去 哎呀 前面那隻狗真的浪費了 因為有一隻臭雞蛋出現 其實律法也是一樣 你前面守了九屆 但是你在一屆那裡犯的話 等於是打破了 是不是 就是你一生都是好人 但是在某一個位置 你犯了法 你可不可以跟法官說 不是啊 法官 香港的法例 總共有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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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犯了一條而已 這個說法是否成立的 不成立的 是不是 我們就等於 我們就是犯了法 就是這樣 只有沒有犯法和有犯法 只有兩種而已 你不能說犯法的時候 你就跟他說 對 我前面那些全部都守得住 我只犯了一個而已 犯了一個就是犯 就是這樣 所以 這個邏輯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 律法全部都是神所頒布的 無論我們犯了中間的哪一條都好 其實就是打破了律法 我們就要面對這個結果 其實就是要被審判 所以 這個就是那個邏輯 所以在律法上提到要愛人如己 我們就真的要做到愛人如己 在這個愛人如己裡 其中一件事就是 我們不要按著愛貌來判斷人 十三次就是 就是 他提了一個原因 他說 因為那不憐憫人的 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 憐憫原是向審判誇 這個說法的意思是甚麼呢 意思其實就是 我們更加要明白 如果我們明白這個律法 因為前面說的律法 不知道為何突然跳去憐憫 我們經常都覺得聖經的邏輯 好像會突然間斷片跳去其他地方 其實不是的 其實它是一個很深的意義 我們要明白甚麼是律法 我們乾犯一條 就等於乾犯所有的律法 所以按照這個標準來說 沒有異人,連一個也沒有 根本沒有一個人可以稱得上是異人 我們舉個例子 只貪心這一條 其實我們已經死了 是嗎 誰沒試過貪心的? 貪小便宜有沒有? 有 你說有些人沒有 好,那有沒有貪吃? 有沒有貪玩? 有沒有貪得意? 說了一些不應該說的話 甚至鬧鐘響不起來 貪睡多一會兒 如果真的按照嚴格 按照神的標準的話 其實只是這一條 我們也不知道一天犯多少次 不要說你一生 就是在一天的日子裡 你也不知道中了多少次 如果每次中了一次,有一張告票 那張告票 我似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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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這個人會穿得窮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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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一個坐著輪椅有需要的人 你對他有憐憫的,你會怎樣? 你會把他推著輪椅 你坐前一點,給你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方便出入 你就會把最適合他最好的位置給他 但如果你沒有憐憫,就會覺得 哇,這個人怎麼搞的? 好一點,招待,招待 招呼他出門口 你就不是招呼他進來 你是招呼他出門口 所以其實那是跟憐憫有關 但為什麼這個憐憫 為何突然把他推到憐憫 然後還要加上憐憫 原始向審判誇盛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甚麼呢? 我們都是罪人 我們都是不配的人 耶穌是因為憐憫我們 讓我們從不配的 成為承受神應許 而配得領受應許的人 而配得領受應許的人 那個問題就來了 我自己都是蒙憫憫的人 我憑甚麼不去憐憫人呢? 所以這就是突然間 為何會跳到憐憫那裡 然後這個憐憫是向審判誇勝的 其實我們都是被審判的人 我們根本都守不住 律法 如果按照律法的標準的話 我們都是不合格的 過不了QC 但是耶穌是以憐憫的心 讓我們可以免受這個審判 好了,那為何我們要用愛貌 來代別人 其實用愛貌來代別人 就是用愛貌來審判人 中文可能不是這樣說 但英文就是這樣 我們是被審判的 這個人一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判斷他 這個人應該要怎樣對待 其實這就是審判 你穿成這樣 你就怎樣怎樣怎樣 你窮,你就怎樣 所以這也是一個審判 耶穌是用他的憐憫 讓我們誇盛審判 但為何反過來 我們不可以讓人有憐憫 這就是耶穌說過的比喻裡 他講過一個故事 應該說兩個人都欠同一個債主的錢 這個債主免了他的債 他一走出門口就欠他的雞稅 就跟他說 你還錢,你不還錢 我扔你去坐牢 自己才剛才被免了債主 然後他就這樣去追求別人的債主 所以 這個就是一個惡人 所以其實也是一樣的 我們被神憐憫拯救 但我們對人沒有憐憫的話 那是怎樣呢 證明我們也是一個惡人 我們是一個惡人的話 我們是否真心信奉耶穌基督的人 所以邏輯就是這樣 如果我們真心信奉耶穌基督 從今天開始 我們就不要再去論斷判斷別人 不要按他的外表行為去判斷他 我們要看別人的內心 不是看別人的外表行為 要看他的心 這個也很重要 為什麼呢? 人真的不完美 我們要看別人的心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人的行為是不完美的 總會有偏差的 我們好心也會做壞事 是不是? 好心也會… 其實我是想幫你 但是幫你變成害你也不奇怪 但是… 所以其實這個位置也是… 就是我們看別人的心裡的意圖 是不是? 如果不是就很慘了 是不是? 你說… 譬如我兒子小時候 他什麼都想幫我 是的 但很多時候其實你也明白 小朋友他什麼都想幫你 但他幫你其實是變成害你 因為他沒有這樣的能力 是不是? 但是你會怎樣? 小時候地上髒了 他把地拖出來 幫你拖地 你看到這些行為 但他拖完之後 比未拖之前更髒 還有拖地的時候 打破了一隻妹妹 因為地拖太長 地拖棍 他只是看著前面 看不到後面 一轉身就… 花瓶又報銷 那你會怎樣? 你會覺得他乖還是頑皮?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也會覺得他乖 為什麼? 因為他的出發點 不是想打破事 他的出發點不是想整理你 其實他是想幫你 只不過他力有不低 是不是? 或者他做出來的 有偏差 跟他心所想 但是我們要學會的 就是欣賞他心裡的意圖 其實他是想幫你 是不是? 所以就是這樣 我想這個應用在牧羊上 也是一樣的 有時候我們的祖長 其實是為我們好的 但是他的行為未必成熟 有些事情我們要分開 就是他有這樣的心 他對你是一片真心的出來 但是他出來的行為 可能並不是那麼完美 那麼理想的時候 其實這些位置就是我們要包容 是不是? 我們要看到的就是 其實他心是好的 那你說好心的人會不會說錯話? 愛你的人會不會不小心說一句話 刺痛你? 兩夫妻每天都會發生 是不是? 所以夫妻吵架 99.9%都是因為雞毛蒜皮的小事 是不是? 其實就是這樣 一句話 是不是? 可能沒有那麼多技巧 或者什麼 但是問題就是 其實我們也要堅定地相信 對方的意圖是好的 他不… 對,我經常都問一個問題 就是 夫妻一定會吵架 但是 有沒有哪一對夫妻 其實是因為 你跟對方有仇 所以你故意嫁給她 所以你故意嫁給她 對嗎? 就是 這個人是我的世仇 所以我嫁給她 就是為了要折磨她 就是為了要整死她 或者不整死她 總之就是讓她難過 所以就是帶著一個抱負 所以嫁給她 於是在她的生活上 所有細節都挑起她 就是這樣用言語去刺痛她 應該沒有這樣的婚姻 是吧? 古代也沒有 何況是現代自由戀愛 拍拖、結婚的 那為何婚後的落差這麼大 會樣樣都刺著我 其實她為何要刺你 很煩 那為何她要這麼煩 你有沒有想過 那個邏輯就是 跟我們的子女 覺得我們父母很煩 是一樣的 你為何會煩你的子女 你想她好 你想她好 就提醒她 提醒她 提醒她 提醒了之後就變成煩 但她的意圖是好的 如果你不愛惜她 你當然不會提醒她 對嗎? 同樣的 旁邊的強子 你不會提醒她 又或者你不會提醒她 強子就像提醒自己的兒子一樣 那為何要提醒自己的兒子 因為你愛惜她 但這個方法是否好呢 方法未必好 但意圖是好的 所以這就是這個問題 我們不是看她的外表 我們要看她的內容 她的意圖是怎樣 然後我們要欣賞人內 包容人外 行為上 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這樣才是一個 屬神的家庭 這也是一個屬靈的眼光 對吧? 我們的組長有時候也會有不足 她讓我們提醒 可能也會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或者提得不夠 或者表達得不自衛 總之讓你不舒服 事實上 有多溫柔的提醒 你也會覺得不舒服 因為提醒你 那些當然是堅持你的東西 對吧? 那就是這樣 但是 其實我們要看她的動機是怎樣 這就是真正的憐憫 我們也是在神裡蒙受了憐憫的人 我們對人應該有些憐憫 神這樣去包容我們 我們也應該要包容人 對吧? 如果耶穌按照外表來看 那些門徒就算敷照完之後 跟隨她三年半之後 都應該死了 對吧? 甚至 我有時候想 其實 如果耶穌少一點憐憫 少一點包容的話 其實她也不用上十字架 她應該被十二個門頭 鑑山激死了 她應該不是死在十字架上 是激死了 對吧? 就是這樣 其他人不說 你只說猶大 耶穌那麼相信你 前郎歸你管 在十二個門頭裡 大家都以為耶穌最愛的就是猶大 猶大也最愛耶穌 耶穌最信任她 所以全身家都交給她 全身家都交給她的手上 好! 出賣了你 是不是真的 奸山都可以激死 所以我們真的要明白這個恩典 我們看下一段 十四到二十六節 她說 我們弟兄們 若有人說 自己有信心 卻沒有行為 有什麼益處 這信心能夠他媽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 赤身露體 有缺了日用的飲食 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 平平安安地去吧 願你們穿得暖 吃得飽 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 這有什麼益處 這讓信心 若沒有行為 就是死的 哪有人說 你有信心 我有行為 你將你沒有行為的信心 指給我看 我便藉著我的行為 將我的信心指給你看 你信神只有一位 你信的不錯 魔鬼也信 卻是賤經 虛浮的人 你願意知道 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嗎 我們祖宗阿伯拉罕 把他兒子以撒獻在壇上 豈不是因為行為清而嗎 可見信心是與他的行為並行的 而且信心恩著行為才得成全 這就應驗經上所說 阿伯拉罕信神 這就算為他的兒 他又得稱為神的朋友 這樣看來 人清而是恩著行為 不是單恩著信 妓女拉俠接待使者 又放他從別的路上去 不也是一樣因行為清而嗎 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 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 所以剛才我們看到第一個大段落 其實第一個大段落是真心待人 真正的憐憫 第二個大段落是提出信心和行為 所以兩段是互相呼應的 如果你有憐憫但沒有行為 這個憐憫是否真的憐憫呢 我看到這個人很需要幫助 我真的覺得他真的很需要幫助 但只能知道 對吧 等於你見到妻子在街上推著很重的東西 然後你心裡跟自己說 他真的很需要幫助 我應該幫助他 但你這個念頭出來 我應該幫助他 這個念頭出來之後 你走過去 那是怎樣 所以 他就說如果我們有信心 沒有行為的話 有什麼益處呢 這個信心可以救他嗎 因為信心是一件很抽象的東西 你看就看不到 看就看不到 如果我告訴你我有信心 你怎麼知道真的有信心呢 所以他就說 信心和行為一定要相情 如果不是的話 你根本沒有辦法 知道信心是真還是假 有還是沒有 對吧 甚至人也可以挑戰你 如果你的信心沒有行為的話 你把你的信心指給我看 看不到的 但是 相反 如果我有行為的話 我就可以藉著我的行為 讓你看到我的信心 所以信要真是信才可以 他就舉了一個很特別的例子 他說 你信神只有一位 你信的不錯 如果你宣稱 你信神 神是只有一位 只有一位的意思就是 神是唯一 這個唯一 不是唯一的神 那麼簡單 神是唯一的意思 是神是天地當中的唯一 無論你走哪一條路 無論你走哪一條路 到最後還是去到神那裡 這個像是甚麼 就是你讀書 你讀到大學 不斷再讀上去的時候 到最後是怎樣的 其實所有的知識到最後 都是歸去哲學的裏面 所以無論你是讀工科的 你是讀理科的 你是讀文科的 到最後最高學的 都是PhD 甚麼是PhD 即是博士 博士是甚麼 全部都是哲學博士 所以神是唯一的意思就是 你從憐憫的路走也好 你從行為的路走也好 你從哪一條路走也好 走到最後 神是唯一 這個就是那個意思 那你真的相信這件事嗎 即是今天 世上所有的東西 到最後 根源都是神 所以無論你 如果是這樣的話 即是說 怎麼說呢 即是 那個唯一 也是最要重視的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不需要過度追求這個金錢 因為金錢到最後 都是神 神是那個唯一 其實沒有神 怎麼會有財富 我們今天的財富是甚麼 其實都是相對的東西 對吧 最切實的財富就是 以黃金作為根基 所以為甚麼以前 不過我怕我越說越遠 為甚麼以前美金這麼厲害 就是因為你拿著那張美金 他承諾你去兌換黃金 真正有價值 不是那張紙 是他可以兌換出來的黃金 所以那就是真實成實的貨幣 因為黃金是有限量的 物以罕為貴 所以他有價值 所以問題就是黃金是哪裡來的 神創造的 神不創造這個世界 哪有黃金 所以這一切的東西 最後都是神的唯一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說你相信神只有一位 你相信的沒錯 如果你相信 如果你認識到 只有一個神 神是一切的源頭 你這個信心 你這個體見是不會錯的 但問題就是魔鬼也相信 卻是震驚 即是我們知道神是唯一的神的話 不代表甚麼 不代表我們就是真正的基督徒 魔鬼也承認神是唯一的 因為連魔鬼也是受造出來的 他也知道他的源頭也是神 但分別是甚麼呢 分別就是他知道神是唯一的 但他不以神為他的神 這就是魔鬼的狀況 對吧 魔鬼知道神是神 但他偏偏要選擇跟神作對 對嗎 等於你讀書的時候 你知道老師是你的老師 但你永遠都要跟老師作對 當然不會有好後果是一個問題 所以那個問題就是 你知道有神不代表甚麼 你真的以神為神才是真正的信心 那甚麼是以神為神呢 就是你的行為要顯示出你以神為神 你的行為是否敬為神呢 魔鬼知道有神 但他完全不敬為神 他偏偏做的事情跟神的心意相反 所以今天如果我們知道神是神 但我們所做的事情跟神是相反的話 那我們是否屬服神呢 還是我們屬服魔鬼呢 所以這個就很容易可以看得出 所以他就舉個例子 阿伯拉罕也是這樣的 是嗎 獻以撒 是嗎 是因為他獻以撒 他夢神的得著神的應許和立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阿伯拉罕是靠獻以撒的行為而得稱為義的 因為當他獻以撒的時候 神阻止他 神就說 現在我知道了 你沒有留下你唯一的兒子不給我 所以論福我要賜大福給你 是因為這個行為 當然 事實上也不只是因為這個行為 他得稱為義 而是這個行為反映 證明他對神的信心 阿伯拉罕信神 神就以這個為他的義 所以問題就在這裡 但如果我們的信心是沒有行為的話 只是自欺欺人 他舉另一個例子 即是跟自己的城裡的人為敵 都要幫助以色列人 是因為這個信念 所以帶出他這個幫助的行為 但你想想 如果沒有行為的話 拉罕就說 我相信 以色列人是神帶他們出來的 但我不幫助他 沒有行為 只是有個信 只信不做事 只信不做事 沒有救過那個探子 到耶利哥滅城的時候 他會否得救 當然不會 他甚麼都沒有做過 他沒有跟以色列人連結上 他就跟其他耶利哥成一樣 結果也是死 阿伯拉罕也是一樣 我相信 我相信 但我不將他的兒子憲制 那麼後面的事情 有甚麼都發生呢 沒有的 同樣的 我們今天聽這兩個例子 覺得是很合理的 但應用在我們生活中 是怎樣的呢 我相信 我相信 聖經我相信 不過我不回教會 我相信 我相信 但教會有空才算 那是否真的相信 對嗎 耶穌說 你們要傳福音給萬民聽 你們要起來 牧養門分萬民 我相信 我相信 小祖說 不要回了 可以回崇拜 這是甚麼呢 所以 到最後 總結的時候 就是二十六節 他說 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 信心沒有行為都是死的 所以 你要用你的行為 顯出你的信心 其實就是這樣 因為你真的有一個信心 你自然就有一個行為產生 對嗎 你相信那輛車可以把你帶到銅鑼灣 你就會上車 如果你看到那輛巴士 你總是不相信他去銅鑼灣 你會不會上車 你的目的地 如果是銅鑼灣 就是這麼簡單 對吧 所有的東西都是從信而產生的 為甚麼你會上班 你會相信 你會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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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 無論是憐憫也好 我們的行為也好 其實我們的外面 是反映出我們的內 我們就是要這樣 成為一個表女合一的人 這個其實才是今天 這張聖經告訴我們 我們的行為 跟我們的內面 要相情 我們內面是蒙獸神的恩典 我們在外面 就要給人恩典 我們是蒙憐憫的 我們就施憐憫給人 我們是有信心的 我們就用行為 把它顯露出來 這樣才是真真正正 屬神的人 Amen Hallelujah 弟兄姊妹 如果我們在同年站立 你敬拜這個神 祝我們相信 唯有你就是 他在機票 以後 他在雙方 他在同年 他在學後 你對於 這位 你給我們看 腳上的 經驗的時候 我們就來 說你們 看看 誰 信心 看見 柳乃於 米之地 信心 跟隨雲 住火 住 帶領 帥 开开 无形之宣 搞你的话语 在巨人眼前的神有的神 旁温 哪里 都以耶稣的名 平安 喜乐 无人能够躲去 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演习 这是我的神的悬崖 星星看见流来玉米之地 星星跟随云 祝火煮带领 甩开 无形之宣 搞你的话语 在巨人眼前的神有的神 旁温 哪里 都以耶稣的名 平安 喜乐 无人能够躲去 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演习 这是我的神的宣告 我要的神的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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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手指 怕都逃跑 我要高唱 哈利路亚 天天赞 每天天唱 我要高唱 哈利路亚 我要唱 要高唱 哈利路亚 云 哪里 都以耶稣的名 平安 喜乐 无人能够躲去 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演习 这是我的神的宣告 这是我的神的宣告 能拎投� leurs 都以耶稣的名 平安 喜乐 无人能够躲去 在比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演习 这是我的神的宣告 这是我的神的宣告 encend 啊 啊 啊 就是你让我们可以看见信心 祝我们 不断地赞美你 不断地赞美你 因为你的厉害就是我们的信心 祝你当我们 经过很大的时候 让你很大的相信 以后的 祝我们 你赞美中 当我们的信心不断 升起的时候 祝我们可以原谅我们 为个人在你献上的赞美 我的口 要不停赞美 我的手 要不停高去 因你 应许是我的 信心 每个困难中 我经历神迹 我经历神迹 灿美中 星星不断升起 泪水中 我依然高深处 你的心事 你的心事 让它称赞 你的心事 你的音事 终不落空 在美中 星星不断 星星不断升起 泪水中 我依然高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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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事 你的心事 让它冲满 你的音事 终不落空 我依然高深处 在美中 星星不断升起 泪水中 我依然高深处 在美中 心星不断升起 泪水中 我依然高深处 泪水中 你的心事 上它冲满 你的音事 终不落空 我依然高深处 在美中 星星不断升起 泪水中 我依然高深处 我依然高深处 终不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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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依然高深处 我依然高深处 你依然高深处 你依然高深处 我依然高深处 你依然高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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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的灯照亮我们 主我们多谢你透过《亚国书》二章 今天你要照亮你自己的教会 弟兄姊妹在《亚国书》里面 亚国写信给 散传在十二个支派的人 在当中的犹太基督徒 即是尼塞亚信徒 在当中教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他的信心没有行为 他的信心没有行为的时候 造成的他偏代人 按着世界的看法 穿得光鲜亮丽的就坐在好的位置上 穷人穿得骚髒的进去 就要他站在那里 或者要坐在脚椅下面 看到兄弟姊妹赤身老体 缺乏日用的饮食 就这样跟他说 平平帮安去吧 让你穿得暖吃得饱 但是没有实际的帮助 求主你帮助我们 看到当时的教会 走的是世界那一套 说自己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 今天我们呢 我们能不能够可以同情 帮助关心有需要的人 还是让人受羞辱呢 我们为自己祷告 我们是小组掌教会 刚才牧师也有提过 我们的组员 我们不是看重他的职业 有些有头有面的呢 还是我们看重的 是有基督的心肠 有火怜悯的心 我们的行为相对地 是否同样都是同情关心帮助人 还是让人觉得很羞愧 很难过 甚至乎不敢 已经觉得很无面子 走入教会 为自己的心里祷告 我们都可以两个两个 我们彼此为对方的小组 为教会来祷告 让教会不会像当时 阿国书所说的 这个参集的教会 有着这个世界的标准在里面 求主用他的话来洁净我们 我们先为自己土工 再为我们两个 彼此土工 为我们的小组 为我们的教会来守抹 祝我们 备参集的 友谊 祝您 你求意 主 到時是我們以世界的標準 去看人家的外貌 主 你說有信心 還要有行為 這個行為是走出憐悶 走出關心 走出同情 走出幫助 見到人有需要 就是去伸手 落實的去幫助 主不是叫人受受益 主 我們見到 從來教會就是這樣偏定了你 主 我們來到你一間前 主 求你幫助我 主 我們是小組長家 每個人都要大小組 主 我們每個人都會遇到這樣的事 探的時候 主 你保守我們每個人的心 主 你保守我們 主 有你的光 主 你說就是我們的光 主 多謝你今天用你的光照 主 若我們能夠警惕 主 要不要走在世中的路 主 要保守你自己的教育 若我們的信心是有幸 主 我們兩個兩個 我們給錢來代替 為對方的小組祷告 也都為你教會去守 求主你幫助我們 來給錢 主 你幫助我 將這裏教的神做 主 讓你容忍 主 你認天性就是這種 但是既然你让我们能够根深 灵受神之间的救命 灵受耶稣基督的灵魂 主你一把这个灵魂伸出来 让我们 无偏待人 无意外无耐人 主 要看人家 是不是对自己有好处 主啊 让我们有你的神尊 让我们的爱心 是附带着爱心的幸福 主啊 让你真正的关系 走出同情 走出爱 主啊 爱不只是一个幸福 是有幸福 是活得出来的 是人家见到的 主啊 让人家会的爱 可以承认这个世上的灵魂 主啊 这个爱是人家知道 那里有教会 是可以有帮助 可以寻求帮助 那里是有爱的 爱是人家见到的 让教会能够活出的 让我们要遇见到的 我们要遇见到的 我会让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主 让我们的爱心能够有迹着行为 被人见到 这个正正是你在地上设立教会的原因 让这个爱能够走出来 主 祢来帮助我们 帮助祢的教会 主 我们不要偏袋人 主 我们不要叫那些欺压人 拉我们去公堂的妇人 我们就去偏袒 叫穷人就受羞辱 主 因为祢是怜悯我们的神 主 在十字架上 祢捨身流血 祢涂抹我们的过犯 祢怜悯我们 主 愿意我们都能够起来 怜悯每一个人 免得我们受无怜悯的审判 让我们靠着怜悯 来走出我们每一日 因为怜悯原始向审判夸盛 主 祢来保守我们每一个 也都保守祢自己的教会 主 我们多谢祢赞美祢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命求 Amen 雅各书第二章二十六节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弟姐妹让我们一起 为自己的生命来祷告 救世灵帮助我们 让我们成为 有信心有行为的人 让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 让我们不单止是听到 更加的是行道 用我们的行为 显出我们的信心 将我们所听到的 在日常 在生活里面 在我们生命里面 应用行使出来 这样我们才是真真正正属耶稣基督 主 祢帮助我们 圣灵求祢 遵任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主 祢让我们不是只有感动而没有行动 主 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所听到的 所感动的 可以化成行动 以至到人 透过我们的生命见证 看见祢的荣美 主耶稣 祢把爱心 把怜悯放在我们的里面 也将有根基的信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主 让我们可以活出祢的洋式 从来都不是空口说白话 主 乃是我们所说的 和我们所行的 是相情的 主 祢帮助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今早晨土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